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2024年接下来几个月究竟会发生什么呢?会不会更糟糕呢?毕竟今年反常事情太多,发生了太多了灾难,这也让很多人有些担心,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还会有灾难发生。 然而就在前不久,三位全球有名的预言家,竟然做出了同一个预言。预言2024年4月份将会发生大灾难。 这是他们根据天体变化,从而做出的预言。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这三位预言家很多人都很熟悉。 他们分别是阿南德·拿都·郑伯剑,以及弗兰克·阿南德和郑伯剑。 这两位预言家,大家应该不陌生。 他们因为2019年的一则预言而爆火,一夜成名,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预言家。 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,他们每一年都会做出很多预测。 就在前几天,郑伯剑就曾表示,从今年的4月8日的几末月开始,就已经进入了几末月。 而且,末月所对应的属性是土。 在这期间,土的能力非常强,会聚集起来。 因此他提醒人们,4月8日到7月要特别地小心,很可能会发生巨大灾难。 而与此同时,另两位预言家,弗兰克和阿南德,也给了人们类似的警示。 阿南德从费陀占星术的角度,给出了建议。 他表示,因为太阳月亮木星罗侯极度,几个星体的聚集,很可能会引发灾难的发生。 就比如,大洪水火山爆发地震等等。 特别是地震。 因为他预测的那件事与地震有关联。 除此之外,他还预测因为几颗星体的影响。 在4月份,极端气候会非常的多。 而最后一个表示出相同观点的,就是弗兰克。 弗兰克,大家应该不太熟悉。 但他确实,是今年十分火的一位预言家。 因为就在去年的2月30日,他曾发表了一篇推文,表示在一个区域内,近期很可能会发生在7.5级以上的地震。 然而巧合的是,就在他发表完推文没多久,土耳其就发生了地震。 而土耳其就在他说的区域之内,这也让他迅速爆火。 数万人都涌入了他的账号。 想要看看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 毕竟地震根本无法提前预测。 就算是最先进的一器,也最多只可以提前几十秒的时间。 预测到,但这根本就无济于事。 而根据弗兰克所讲,他之所以能预测到一些事情。 这是因为,他是太阳系几何组织的调查员。 他认为,太阳系中的天体可以预测到一些灾难。 并且他还警告人们说,四月份可能发生地震。 四月份是一个高发期。 因为他发现,在四月中,金星和水星会合相。 并且还会与地球形成一个90度的角度。 并且在四月会出现罕见的天体现象。 地球水星金星火星。 海王星会在一个直线上。 这不是什么好事。 因此他预测,四月很可能会发生地震。 在视频最后,阿南德还警告人们。 这三个生肖,在四月尤其要小心。 从今天开始,将会有找上加门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阿南德说,在我们的一生之中。 总是避免不了会遇到一些劫难的。 每个人命中的灾难都是上天注定的。 2024年四月到五月。 以下几个生肖将面临严峻的考验。 第一,生肖鼠。 2024年将面临行太岁为子毛象形。 即所谓无理之行。 鼠鼠人在2024年很容易生意失败。 会把以前所有的努力都浪费掉住。 要原因是鼠人太急功近利。 基础还没有扎实。 他们只是享有更大的飞跃。 结果飞得越高。 摔得越重。 如果鼠鼠人想解决这个问题。 他们仍然需要从最基本的业务开始。 先固定客户群。 然后扩大。 我相信业务指数会得到改善。 鼠鼠人聪明机灵。 所以只要脚踏实地。 能够获得大的事业。 第二,生肖兔。 生肖兔之所以会在2024年迎来大灾难。 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这一年繁殖太岁。 是2024年五个犯太岁的属相。 排名较凶的。 寄命中有许多凶星出现。 会导致鼠兔人的各方面运势。 都受到干扰和破坏。 好在有吉星岁架暗中助力。 会帮助鼠兔人化解不少的灾难。 但是鼠兔人也不能掉以轻心。 仍然要谨慎地去应对各类困难。 这一年只要小心一点。 还是可以顺顺利利度过危机的。 第三,生肖马。 生肖马在2024年会犯破太岁。 因为命中有天德福星。 八座文昌等吉星的出现。 所以他们整体运势非常好。 但如果不注意。 会受到凶星的干扰。 导致自身的运势变得起伏不定。 所以, 鼠马人在这一年。 一定要格外注意自己的情绪变化。 做事要小心细致。 避免招惹不必要的是非。 鼠马人的性格稳重。 但在2024年会因为事情较为繁琐。 而使自己失去理智。 与他人发生争执。 导致自己会出现失业的风险。 或者破财等风险。 鼠马人在2024年一定要冷静。 不能去外地出差或者旅游。 以免自己的与外人产生很大的争执。 除此之外。 在2024下半年。 还有两大生肖可能会遇到丧事。 第一,生肖狗。 在2024年之后。 属狗的棋。 它方面都会很好。 但是在下半年。 它们可能会遭遇到亲人的去世。 但是这种亲人。 很有可能是来自远方的亲人。 虽然不会给它们带来太大的影响。 但是它们也会感受到生命的脆弱。 所以,它们会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和家人。 从别人的身上。 能够得到一些生命的领悟。 对属狗人来说是一种成长。 第二,生肖鸡。 属鸡人在2024年有犯太岁。 各方面还是要多留个心眼。 在2024下半年的时候。 属鸡人虽然在事业上会取得比较高的成就。 但它们在这个阶段还会遇到亲人离世的情况。 不过大多是远房亲戚。 由于平时接触的较少。 彼此之间不是很熟络。 所以,属鸡人并不会有太大的悲伤。 但是毕竟是亲戚。 属鸡人的内心深处。 会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。 亲人的离去。 会让他们对生命的意义。 有更加深刻的认识。 最后,阿南德还说。 对于不同的生肖,有不同的影响。 有些生肖会因为与太岁相冲或相破,而遭受凶兴的困扰。 但是有些生肖会因为与太岁相合,而得到极心的庇佑。 那么在2024年4月,哪些生肖会有好运呢? 第一,生肖蛇。 时来运转。 贵人相助。 属鸡人在2024年4月的运势是非常好的。 他们在事业上会有很多机会和挑战。 能够展现自己的才能和实力。 他们在财运上也会有很多收入和收益。 能够实现自己的理财目标。 他们在感情上也会有很多桃花和缘分。 能够找到自己的另一半。 或者增进自己的感情。 这一切都。 是因为属蛇人在2024年4月, 得到了天喜天德福星。 文昌等多个吉星的照耀。 这些吉星能够给属蛇人带来好运。 贵人智慧学业等方面的好处。 特别是天喜星。 能够让属蛇人在感情上。 有很大的进展和幸福。 属蛇人在2024年4月应该抓住机会。 积极进取。 不要错过任何一个展现自己的舞台。 他们应该多与人沟通交流。 结交一些对自己有帮助的朋友。 或者合作伙伴。 他们应该多学习新知识。 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养。 他们应该多关注自己的感情生活。 表达自己的真心和诚意。 第二,生肖猴财运滚滚。 全是多财多益。 2024年4月。 属蛇的人会迎来财源广进。 多财多益的运势。 对于他们来说。 本月是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。 也是扩大财富和社交圈子的关键阶段。 让我们进一步拓展属蛇人的运势。 深入剖析,属猴人在4月。 将面临的处境和应对策略。 2024年4月。 属猴的人会诠释聪明才智和多财多益。 他们工作灵活多变。 能很快适应新环境新任务。 属猴人有出色的沟通能力和组织能力。 很可能在团队中发挥关键作用。 甚至得到上级的信任和重用。 本月将是事业繁荣的时期。 属猴人应该保持谦虚和进取的精神。 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知识。 以迎接未来更大的挑战。 2024年4月。 属猴人财运滚滚而来。 对于投资理财有着敏锐的洞察力。 能够抓住市场机会。 实现财务增值。 属猴人善于冷静思考。 可能会在投资项目或商业合作上。 取得成功。 给自己带来可观的回报。 不过属猴人也。 应该保持谨慎和理性。 不要过于轻敌。 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。 要坚持谨慎投资。 防止盲目跟风或投资风险过高的项目。 4月中旬。 属猴人有机会通过社交活动。 拓展人脉资源。 他们的热情和机制。 会赢得别人的喜爱和认可。 通过参加各种社交活动。 属猴人可以结识更多有趣的人。 和有用的同学。 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和合作机会。 打下坚实的基础。 在社交过程中。 属猴人应该以真诚和耐心。 来建立牢固的人际关系。 虽然运势不错。 但是属猴人在2024年4月。 需要继续学习和创新。 需要保持进取心。 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和技能。 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。 属猴人善于发现问题。 解决问题。 4月中旬可以通过学习新知识新技能。 为事业发展获得更多优势。 保持学习和创新的态度。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脱颖而出。 2024年4月。 这两大生肖。 将迎来充满机遇好运的时刻。 事业财富爱情健康方面。 都会有明显的进步。 但也要注意谦虚和理智。 防止过度自信和忽视风险。 爱情和健康方面注重沟通和关怀。 保持豁达的态度。 同时不断学习和自我成长。 将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 阿南德说从2024年4月开始。 人类会经历不同方面的各种困难。 来完成一次伟大的转变。 他再次强调。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变化如此之快的时代。 我们正生活在新时代的转型期。 从经济到地理再到健康。 一切都在重新整合。 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。 在这个阶段。 我们看到的。 是一个完整的、不断变化的世界。 有太多的宏观经济变化。 和太多的地域变化正在发生。 人类基因本身也在加速它们的变化。 阿南德认为。 这种人类的改变是非常消极的。 我们只能从古代圣贤的教导中寻找解决办法。 在未来的几个月或几周内。 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变化。 人类相互交往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。 我们不能指望新世界非常和平。 因为七月的行星事件非常特殊。 人们正在进化成更贪婪、更愤怒和更糟糕的存在。 当然,地球上也有一些好人。 但和那些被负面活动吸引的人相比。 专注于正面活动的人少之又少。 所以,阿南德认为人类正在快速进化。 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变化。 人类的基因也在快速变化。 因此他要求人们关注未来几个月,将要发生的世界大事。 于是,阿南德对即将到来的2024年,做出了六大预言。 一、经济。 阿南德说,2024年,全球经济会非常混乱。 许多商品会涨价,引起通货膨胀和经济动荡。 这将使许多人感到不安。 这种情况会持续到2024年初,然后会好转。 阿南德认为,在这种环境下,黄金是非常重要的资产。 人们看到黄金价格正在下跌。 那是因为宏观经济非常糟糕。 相比宏观经济的低迷。 阿南德说,黄金其实更值钱。 短期价格下跌,并不意味着黄金失去了价值。 随着美元升值,黄金价格下跌。 但黄金的内在价值从来没有下降过。 所以他推荐。 在这个经济快速变化的时代,持有黄金。 二,能源。 阿南德表示,2024年,全球能源问题将更加严重。 无论是天然气、原油、石油还是柴油,价格都会疯狂上涨。 但这不一定是坏事。 因为这将极大的促进可再生能源和绿色能源的增长。 三,极端天气。 阿南德说,2024年,全球天气会非常反常。 比如高温、严寒、暴雨、龙卷风等,将在2024年逐一上演,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。 这些都是人们破坏地球环境的原因。 所以,2024年会发生很多灾难。 他提醒人们必须保护地球。 否则这样的灾难会越来越多。 因为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非常渺小的。 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强大的自然灾害。 人类释放的最强能量。 在强大的火山爆发或者地震面前。 根本不值一提。 四,人口和社会问题。 阿南德说,未来将会看到与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相关的重要变化。 事实上在这一点上,整体人口增长仍呈上升趋势。 自黑死病结束以来,世界人口一直在增加。 主要是因为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卫生设施方面的技术进步, 以及降低死亡率方面的医学进步。 印度有望在2024年,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。 五,全球粮食危机。 阿南德提醒人们。 2024年,全球将遭遇粮食危机。 尤其是非洲,一些落后地区将爆发大规模饥荒。 一些发达地区,虽然不会遇到粮食问题。 但是会遇到新鲜粮食的短缺。 而原因大多是一些灾害造成的。 六,瘟疫。 根据阿南德的预测,2024年,瘟疫不会消失,但会有所缓解。 到2024年三四月份,我们的生活就完全正常了。 因为瘟疫周期正在慢慢瓦解。 最后,阿南德警告人们。 想要安稳地度过2024年。 所有人必须赶紧清除自己的业障。 因为世间的一切灾难,都是因为人们的业障引起的。 我们每天都在造业。 所以,人生才会有酸甜苦辣各种滋味。 有人善业造得多。 福报自然就大。 有人恶业造得多。 或是自然就多。 佛经有云,善有善报。 恶有恶报。 人的轮回报应,都是自身作业的结果。 善良的人积善缘。 心地纯良。 这样的人有成佛的潜质。 神明就会庇佑,心思阴险的人。 自私自利。 就会积累恶障。 被神明所抛弃。 成为被淘汰的产物。 无论何时,都要怀有一颗善良的心。 常修善业。 常行善举。 不断消除自己的业障。 正所谓,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。 积不善之家,必有余秧。 好了。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,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。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